男一男子正在家门口 大批警力不敢松懈 因为他肩膀上扛着瓦斯桶 蠢蠢欲动 一件警力靠近 当场扭开瓦斯阀门 大量白色气体瞬间炸出狂喷 钢瓶落地时空翻滚 消防赶紧喷水防护 就怕一个火花全场爆炸 警消不顾自身安危 冲上前将人压制在地 枪过瓦斯桶立刻锁紧开关 男子当场被现行犯逮捕 就在不久前 警方苦苦相劝都没有 我跟你说啦 我们发动家庭都小 你也不要违洋我们 那你把瓦斯放下来 街上扛着瓦斯桶 手里拿着打火机不停叫嚣 台中这名29岁无姓男子 14号中午和女友发生激烈争吵 情绪激动之下 竟然在家里打开瓦斯 女友吸入过多气体昏迷送医 警方到场不断好言相劝 但他不愿配合 抱着瓦斯桶朝箱子另一端走远 就怕意外发生 消防水线不停洒水防护 警方趁他不注意上前压制 但他转开气罚 导致气体外泄 索性前军依法之际 警方呛过钢瓶 江人反手上靠待遇 前案依公共违远罪 遗送第一连署侦复 意识情绪失控 搬出瓦斯桶对决 以性命相逼 索性警方及时赶到 严正一代江人制服 化解惊险险危机 最顶级的家常好滋味 海黄顶级冷压出炸麻油浆 严选传承三代顶级黑麻油 及台东小龙器座高品质老浆 四季滋补 又料实在 简单一池 零厨艺便能料理不失手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